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8月23日下一节的《港人狼》现在开始 本来是准备讲杀满教的,但是杀满教经过《吕王》的研究下 认为相当繁复,而且很多人是有感受的 所以今天由我刘天智继续讲,如是我闻讲到《人狼》 上半节讲到《人狼》之后,今次我们再讲《人狼》在欧洲曾经盛结一时 在路易十五世的时候,在中央高地,吉瓦登传出有人狼杀人的事件 事为大约是十八世纪的中业 当时,1764年,就传出说有一个人被人狼所伤害 相传三年之内,这个人狼的种子居然杀了一百人以上 6月十五年,在这个时候开始惊慌了 因为那时还没有很好的科学根据 也不知道有精神病或者多毛症等类似的病状会发生 于是他就完赏,大约是六千英镑 大约等于现在五十几万到六十万英镑的币值 他就去缺调人狼,币出他的亲兵 一队,有五十多、六十人 然后呢,就合同其他的亲兵呢 有成二万多人呢,是说去追捕所谓人狼 那么在这个追捕里面呢 当然,在法国当时的文化程度 科学程度还没有那么普及发展的时候呢 死亡人多了 很多冤枉的人呢 不只是多毛症或者妄想症的人呢 是被杀 他们的亲戚、他们的父母 甚至乎呢 有些有冤仇被人报仇的人呢 都在这个猎人狼的过程里面呢 被这些亲兵呢 或者是人乘机无告呢 杀了 那么当时呢 很多现在的木板呢 的印刷里面呢 都看到 说呢 最早呢 那时候呢 那时候的人狼呢 是专食小孩子呢 那么当然呢 一说到专食小孩子呢 那时候呢 就更加欺负 更加呢 使得 那些民兵呢 或者搜捕人呢 更加呢 格杀物论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在猎人狼呢 这个 法国的这个年代 是死亡得人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当时 猎母 猎母婆的 行为呢 今天登營發覺全境最多狼的地方 狼這一種動物真的很奇怪 牠們是合群生活的 我曾經在中國的東北邊或者西北邊都親眼見過狼群 但是這些狼群沒有存在那麼兇狠 當時那輛車是一輛小型麵包車 驅車去嘉瑜關 中間是走一些沙漠的路 沒有路的其實在沙漠上 那麼在車上呢 會發現一些奇烈 一兩隻的很瘦的狼 牠們的身體呢 可能只剩幾十磅而已 但是走得很快 牠在追著那輛車 牠以為那輛車是有食物 所以牠在追著那輛車 可能後面跟著一大群的餓狼都沒有頂 但是我們那輛車又關門 也不用怕牠 撲上來 牠也不夠車快 追著那輛車 追著一段路之後 大約一看到牠們根皮力盡 就沒有蹤影 但是呢 真的呢 這個狼呢 是有存在的 我狼這件事是真的有存在的 這個狼呢 還有一個呢 合群星呢 他們就是給一個 所謂 Alpha Alpha Wolf Alpha這個字呢 就是希臘文裡面的A 帶頭的 帶頭狼 組織成一個合群社會 那也有人呢 拍了一個這樣的短片 看到呢 他們這個社群呢 這個狼的社群呢 搬遷的時候呢 他們行頭呢 是一些老弱的 或者是傷殘的 那狼呢 是領先 因為他們如果行後呢 就很容易被丟下的了 所以呢 他們被他們行頭 後面跟著呢 就是Alpha狼 領頭的狼 然後呢 追隨著呢 就是那些婦孺 那些狼那 和狼仔 那 那 整隊人呢 看到呢 是有組織地的前進 和搬遷的 所以呢 都不是一個呢 孤合之眾 那 那 當然呢 另外一個傳說呢 在意大利呢 的羅馬帝國 的羅馬 的 城市的起源呢 這兩兄弟呢 都是呢 武狼呢 武狼偉大的 所以現在呢 在意大利呢 的 輝晶裡面呢 還有一隻呢 武狼 餵奶 餵一對 戀生兄弟 那這個 證明狼呢 就不是一個 很簡單 只有野蠻 吃的動物來的了 那 那 那 在 法國呢 那 自從那次 獵人狼之後呢 後來呢 都 殺了很多人之後呢 都 仍然呢 後來都仍然 看到 所謂人狼 這個 這個 出現 所以呢 都不是說 仍然 不是說呢 就到那個 警戒呢 就會 取消了 人狼 這個 這樣的 傳說的 那 關於人狼的電影呢 相當 我呢 看過一套 在英國拍攝 後來美國也有 翻拍的 電視劇集 那 那 都是說到呢 三種呢 在 世界上 現在傳說得 相當多的 一種 就是 蝸 鬼 另一種呢 就是 人狼 第三種呢 是 鬼 鬼 那些人都有 鬼的 那 人狼 這個是一個 男性 她是相當呢 她是相當呢 她的性格呢 是相當之 人的 人呢 意思是 人性的 她自己知道自己呢 會變成 狼性 她不能夠控制的時候呢 她把自己呢 把自己呢 鎖在一個 好風格的地方 鎖住自己 盛晚都能夠出來 那第二天早上呢 她的狼性呢 已經過去了 是成為了一個人了 那她才出來見人 所以每個月都有一段時候他失蹤了 另外有些故事在西方的電影電視裏都提及 狼人究竟是否和vampire有親戚關係呢 很多電影電視都是借著這個傳說來做文章 因為他們大家都是吸血的 而且吸血之後是將殭屍毒或者人狼毒傳給受害者 一代一代傳下去 有一個說法就是人狼本身就是殭屍的老表 他們同出一個源頭這樣說 這是後來的文學上傳說上的一種延續 但是人狼在近十年二十年之間 他們的威力變大很多 和最早的人狼是差天共地的 現在在華盛頓中 完成這套追魔人的電影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人狼變成那隻狼 是相當大隻的 大隻的大龍狗 兩倍到三倍 而且他們的牙齒相當尖銳 而且爪也是相當有力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出門 他們的跳躍和他們的運行 或者他們的武功是相當高的 人呢如果用刀劍或者槍炮 都未必能夠很輕易地制服到他 而且他會比你快 所以呢 造成人狼是一種很空殘 沒有人性 而呢 非常之厲害 難以匹敵的野獸 一種大型野獸 那這個呢 也是戲劇上的誇張 當然呢 真正呢 有沒有狼人呢 已經呢 成為 用科學的眼光去看呢 這個世界上呢 不要說 vampire 不要說狼人 或者人狼 是基本上呢 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 原因呢 就是 世界上是沒有 這種這樣的條件 讓他們生存 他們 也不能夠這麼容易 吸到人血 危害到人 只是在農業社會的鄉村裡 呢 能夠呢 有一種這樣的恐懼的傳說呢 能夠滋生 而在大都會的社會呢 這一種這樣的傳說呢 是 差不多適微的了 也很難用 中國的人狼呢 在中國的筆記小說 尤其是晚清的筆記小說呢 都有出現過 而且人狼的 威力呢 是沒有西方的威力那麼大 我看過一個筆記小說呢 講人狼是一個老百姨婆 他逃避 捕捉呢 後來終於被人 活捉到 但是呢 是發現是一個 回去探戀死了的 他已經死了 被人狼 被狼咬死了 佛老虎回去探戀了 是有人情的小說 好了 那今天講人狼呢 差不多時間又到了 那下次呢 我們有機會再講 那下星期我們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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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